张阿姨那我们也知道您现在很红火 慢慢地被大家所熟知 都跟周星驰导演离不开干系 您觉得在您心目当中 周星驰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星驰对我来说 他是最好最好的 别的原因好的也有 他是其中一个最好最好的导演 好在哪里 有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 他说阿姨 有什么意思 我说我问你呢我不懂 我怎么说 后来聊了聊时间长了 他们吃饭是不同的地方吃 我们是吃盒饭 他们是自己烧的 我跟他们去了 走着一动 哎走错了 怎么走错了呢 我们一起吃 就跟他去吃了 真的很好 给我们掐鱼掐捞 吃了煮了都比别人好 吃都是到着坐着很多地方 都不用站起来吃 吃的东西早上 我有馒头有包子 总是有西方 在别的剧组 没有那么丰富吗 没那么好 吃饭难道还要站着吃吗 都是站着吃 夏天躲着吃 下面吃 晨凉啊 都是太阳大大 没地方躲 我插一句啊 您知道这个 其实我们幕后 是怎么喊您的吗 我们喊您美娘 哈哈哈哈 根本跟丑子完全没关系 我笑点很高 但是我看美人鱼 一样片的时候 我就开始笑 因为你很多台词中间 在水里 以及你在这个 开这个电风扇 把这个小猪 给它转起来的时候 我都笑了 我发自内心 都开始笑了 后来呢 我们那些创意总监 就说 这中间要营销啊 恐怕要把美娘营销出来 然后周星驰问 谁是美娘 我们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名字 我们给你取了个名字 叫美娘 所以啊 以后啊 您就跟自个儿说 您就是周美娘就好了 哈哈 就你一点都不丑 谢谢老师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谢谢 太好了 杨老师 啊 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太好了 那后来到底知道幽默 到底是什么了吗 我到现在也不得清楚 哈哈哈哈 我因为 对杨老师刚刚夸您说 因为我没文化啊 我 你知道就是因为 我小学生呢 在喜剧片中间 有些是演出来的 但一演过去的时候就是滑稽 嗯 但是幽默呢 是你说一半 但另外一半 别人会会心的一笑 叫幽默 他其实是认为 你天生就是一个幽默 女生俱来的幽默感 对 幽默就是搞笑 可是我觉得 那个美娘不一样 她不是演出来搞笑 她是天生带着喜感 对 就看到你就想笑 你一讲话我就想笑 然后最好笑的是 你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这是最好笑的 我也不怕倒霉 你们笑我 我也搞笑 笑必哭好 哈哈哈哈 那阿姨您现在红了之后 对您周围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肯定有 怎么说呢 比如说 出去哪里去不要花钱 哈哈哈哈 到处东南西北游 我老有俗了 那有没有特别多的人 认识您了 肯定很多很多 我去拍电视的时候 比如说跑全特来 跑特约来 哎 阿姨我们合个眼 很多很多人向我合眼 就我来 来的前几天 还有一个湖北的 碎哥 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阿姨 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一家 他说我想来看看你 我好呀 他来了 还提着补物片 饮料拿着我 我说不认识 你都不认识他 哪认识他来 他说我 我一次在哪里 拍戏的时候 他跟我聊个天 我跟我聊天的人特别多 我记不得 粉丝 笑话死我 阿姨啊 说一句话就是 我还是喊你美娘 我觉得喊你美娘 你会更火 对吧 谢谢阿姨 您的所谓的好运 都是那个机遇 撞上您的努力了 您本身也很努力 拍戏中间很勤快 很认真 您是有口碑的 那么现在您的收入 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保密 这是只有当红明星 才会说出来的话 保密 你应该说跟我经济人谈 你是吧 但是有提高了 肯定提高了 多不多 你告诉我们提高的多不多 怎么要多 怎么要少是能说 多是没个限度 要翻好几倍就叫多 好几倍都肯定了 哇 那几十倍 那几十倍 被全场演员 几十倍了 哇 您期望 认为 你应该 先不说他人给你多少费用 你觉得你应该值多少钱 拍一天 我跟你说杨老师 你请我拍 所以你说你给多少是多少 给我十块钱也可以 谢谢 谢谢 你会不会请我拍 我一定请您拍 我跟你们说 比如说周青梓典演 我从来我没去说过叫 他给我多少是多少 怎么说 不是他那个心里为我哄吗 是他的阳光照亮了我 他是您的伯乐 是的 是我的 您您的工作 请您来 您的工作 您的工作